伸手抓一把阳光 乘着风翱翔点亮 四面和八方 色彩像烟火 缤纷又奔放 我要活得不一样 心中沸腾的希望 带着我远闯 所有坚固的逞强 身上雷刻上 凝聚无穷能量 看我发热又发光 到明天记得莫名字 用我选择的方式 梦想重新开始 每一步都有 不变的坚持 只有我能写下 自己的精彩故事 世界看见我样子 青春骄傲的标志 梦境重新开始 灿烂星天地 美丽高兴起 未来的路灯 生活暂时高配 恕恼 林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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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們原木的需求量是滿大的 我听說您這邊可以提供 希望可以跟您長期合作 可以是可以 但是之前合作過的公司 常常說不要就不要 張老闆 這一點你放心 我們多麻司 一定會履行合約的 這樣好了 三成的定金 簽約後 莫財進口後 再付三成 剩下的尾款等交貨再付 沒問題 那就這樣 那想請問一下張老闆 那邊有現有的台灣木材嗎 有 但是如果有確定要的話 是要全部買斷的 這一點也沒問題 那好 我等一下就帶你們去看 好 太好了 希望跟張老闆合作愉快 謝謝張老闆 謝謝 好 老婆 我們這樣子一早走 會不會對爸爸媽媽不好意思 因為我看你有點緊 而且要坐立難 我就想趕快結束話題 這樣不就可以找你回去 老婆 謝謝你替我著想 我保證我現在這位努力 不那麼緊張 老公 其實我爸爸媽媽很和安可親的 你真的不要那麼緊張 不是 你爸講的都是生意經 我也聽不懂 所以我就只好很專心的聽懂 那就慢慢學 我爸爸也是花很多年 才學會的 其實如果我在想 我在房仲業努力了那麼久 好不容易有點成績 如果我現在這樣就放棄 好像有那麼一點可惜 他們說會給我們一點時間 不過 如果你真的不想回我家的話 你可以跟我說 我就跟他們說我們不要接管 不行 可是你家唯一一個女兒 你怎麼可能不接 怎麼會是我接 要接也是你接 誰啊 我 嗯 你是我老公耶 而且我媽媽看到你笑得那麼開心 她真的很喜歡你 我在想那應該是什麼 丈母娘看女婿 但是越看越有趣 才不是耶 我跟你說我媽的眼光跟我一樣好 你是我喜歡的人 哪來照我眼裡就是最好的 你知道嗎 嗯 走吧 老婆我回來了 我在洗澡啊 我們快快都已經煮好了 你樂一樂就可以吃了 哦 好 老婆 老婆 你知道那個雞肉鬆弛劑放在哪邊嗎 老婆 我說那個雞肉鬆弛劑啊 我說那個雞肉鬆弛劑啊 你放哪邊 你說什麼什麼 雞肉鬆弛劑 哦 放在那個 右邊走到跪的跪的也要 哦 好 應該是這個吧 這什麼東西啊 吃碗呢 日期 一個月的份 被雞肉鬆弛劑 被雞肉鬆弛劑 老婆 你為什麼要吃冰藥 因為我覺得現階段 我們不是有小孩 所以 可是我們之前不是有說過 如果有小孩就把它生下來嗎 是沒錯啊 可是那時候我們剛結婚 還是均職啊 也沒有經濟上的壓力 就算有小孩 也頂多是帶小孩的問題 而且我媽也說 會上來幫我們顧嘛 那現在呢 我們現在都退伍了 而且房子也才剛買 凡事都要斤斤計較 又要省錢 你覺得現在適合養小孩嗎 老公 我知道你在學長那邊工作 收入沒有很高 我也不想要給你壓力 我只是覺得說 你做得開心就好了 就你開心我就開心了嘛 對不對 對 夫妻是一起的 我當然也希望你幸福 老婆 對不起 老婆 對不起 等學長那邊忙完了 就不會這樣子了 我相信知道會有很多個案子 也不會讓你壓力這麼大 好 那我們就一起努力 好 不好意思 內容我一定馬上修改 我明天就傳給你 好 不好意思 對不起 謝謝 拜拜 我回來了 回來了 都九點了 你還在忙工作 那個廠商兄將三倍券的優惠 一併放到廣告裡面 可是子昀漏掉了 不過是陽晴沒有提醒子昀 子昀也沒有跟他做最後的確認 所以我剛剛在跟廠商解釋 那廠商接受嗎 接受是接受了 不過我自己也不好 沒有要他們跟我做最後的確認 但是如果什麼事情都要我來 好像我不夠信任他們 可是你看 唯一不管馬上都出事了 阿森 不要一直說我的事 你呢 你今天去韩律師那邊 聊得怎麼樣 我發現韩律師有潔癖 而且還有一點嚴重 是 那你幫幫他 人家還幫我們這麼多 忙是因為幫的 不過也不能單方面要他改 必須了解到 韩律師他最根本的心態是什麼 我才能找到最適合的方式來幫他 不過依照韩律師的口才 應該很容易可以躲開你的提問吧 這我知道 所以我要用比較生活化的方式呢 來了解他為什麼會這麼符 那你要不要也幫我看一下 子昀跟陽晴 他們是怎麼樣 這有什麼好笑的 那你就辛苦一點 重新跟他們討論SOP 把要注意的事項跟他們說清楚 就不會有現在的狀況 我又不是在帶新人 你就把他們當新人看 以前我們在帶幹部的時候 都有一定的標準流程 剛剛開始一定不會馬上做好 大概過了一兩禮拜之後 就OK了 這裡是職場 不是部隊 我哪來那麼多時間 差不多意思吧 差不多意思吧 好啦 諾諾趕快休息吧 兄弟 你剛才都要洗澡了 你不想洗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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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想洗澡嗎 我是跟你講 你這樣子做到一點信任都沒有 如果我看到他會怎麼想 兩夫妻最重要的是信任 如果沒有信任的話 什麼都不用談 來 請甘心 我去找個補魂燈 在哪裡 這麼大隻 沒關係 你不想聽我講 如果你們下次分手離婚 不要說我們提醒 你 這麼帥氣的 你到底想說什麼 別跟你說 你老婆較常和我 你怎麼了 他要來台灣 我带你妹一起来 她不是我妹 那个是干爹跟阿姨生的 同夫一母也算是你妹 她就跟人跟妖是一样的 人也是她妈生的 妖也是她妈生的 如果妖跟人产生了感情 那她就是个人妖 我看你是瞎生的 整天在那边瞎说 来干吗 我哪里知道 不过他们来台湾应该需要一个地方 那你就跟她讲说 你现在住在这边不方便 好 那我就跟她们说 你不欢迎她们 你轻开别闹着说 他什么时候来 他也是你的父亲 你自己问他 他也是你的天父亲 好 待会儿再来 阿姨会来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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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是不是已经存开了呢 对不起 分分合合 搞不好现在要合好了 一家三口一起来 不是吗 比人家的事嘛 我都不好意思过问 你现在会说比人家的事 那我跟Dora 所以你这边是捏捏... 那是不同的 为什么不同? 我们住在同一家 所以我们是一家 我父亲、母亲和导人 那是一家 我和Dora是一家 在未来也会有家 但是我们还是一家 对吗 但你刚刚这样讲的很奇怪 你跟Dora一家人 你爸跟阿姨一家人 我跟谁一家人 你说 你说什么? 不是秀明 秀明也有自己的家庭 她的家庭就是我的家庭 高兵贝 好 你可以去洗杯子去洗 全部洗干净 你洗多一点 我看你会不会有家庭 老公是不是因为避孕药的事 还在生气 还是我脚光太直接了 伤害到我老公 老公是不是因为避孕药的事 还在生气 还是我脚光太直接了 伤害到我老公 秦这么坚持要吃避孕药 是不是我的经济能力 真的不够好 才让他有这么大的压力 宋志强 你吃饿了吗 还没有 你是不是还在生我的气 我会把我都想不得离啊 你来 我没有在生你的气啊 我会还在烦心 我会在烦心 翻心我这急是不是不够努力 怎么会 你已经很努力了 我就跟你说了嘛 是经济上的考量 真的吗 当然是真的 不然你要我怎么做 你才会相信 请我一下 什么 请我一下 真是 这样子 老婆 我愿意爱你 所以好好努力 好 我知道 你加油 好 说到 有情况的话立刻回挂 小远 赵阳哥 膝盖的情况怎么样 医生怎么说 医生做了短期内 不要剧烈运动 能够多休息就多休息 不过我现在已经可以弯去 自由走动了 所以其实也不用 一直把我摆在这边了 你现在膝盖 还处于复原的状态 先不要逞强 有需要你的时候 会让你好好发挥 赵阳哥 谢谢你 你去我干嘛 我知道你是知道 我需要钱 所以有任务就找我来支援 真的谢谢你 你干嘛这样说 你很上手 找你过来 我很放心 待会等客户出来 去机场之后 你先下班 好 不过 如果你练习场 需要帮忙的话 我也可以去 我可以当助教 你不要担心 脚伤先养好 我跟你说过了 需要你的话 会让你好好发挥 好 来 谢谢 子昀 这些小朋友的图片 能帮我放大吗 这样才能凸显儿童癌症的重要性 那可以的话 字体的部分你也帮我放大 这样看得比较清楚 好 没问题 子昀 真的不好意思 你都免费帮我们做了 我们还要求那么多 不会 有修改都正常的 我会尽快给你的 好 谢谢 对了 凌姐 我上次不能捐血 什么时候还可以再重新检查 那等你从台中回来 我们再检查看看 你妈妈有好点了没 妈妈好多了 基金会有没有认识 看晕眩的医生 晕眩的医生 那我再帮你问问看 好 妈妈 你来了 你好 我今天来做主工的 好 那你稍等我一下 我先帮你做个签到 好 那妈妈你的名字是陈眉心吗 是 麻烦你 好 那贝心在哪里呢 那你再稍等我一下 我去帮你拿 好 麻烦你 我上次来好像也看到你 你经常来这里当自工吗 对 有空就会过来 对了 刚刚好像听你说要找医生 你怎么了吗 不是我 是我妈妈 妈妈有晕眩的问题 所以我想要把她 接上来台北 比较好照顾 原来她还要照顾妈妈 那妈妈现在好一些了吗 好多了 那就好 妈妈 这是你的之工背心 谢谢你 那你跟我来 好 走 妈 我出门了 你要出去了吗 出店里啊 你先坐一下 我有事找你 怎么了 宽亮 嗯 你知道紫云的妈妈 身体的情况怎么样吗 她是什么病我不太清楚了 只知道说她这阵子好像不太好 要一直回来送这个妈妈 你既然知道她回台中了 那怎么不多一些呢 多一些等一下人家误会 而且紫云她会觉得不自在啊 误会什么 倒是你现在的态度 让紫云觉得不自在 误会 嗯 妈觉得紫云是一个不错的女生哦 你会不会有见过她 你们知道 哦 那大家不都是这么说的吗 哎 不要别人怎么说 你怎么相信好不好 那你那些同胞 对她的夸赞 那也是假的啊 你 也不是啊 啊 好了 我出门了 误会 嗯 嗯 你怎么总是跟妈 回避紫云的事情啊 是什么原因回避 你用妈说吧 啊 好了 我就能够她了 我就见你了 嗯 嗯 路上小心 好 快亮好 喂 快亮 不好意思 让你们来开店 没事啊 我们不只开好店 我们连桌椅都排好了 你看 好 谢谢啊 快亮 你还好吗 你怎么看起来好像精神不太好啊 啊 就我妈要有月之云 我没想到何妈妈那么紧迫盯人 也不算是啦 就算是我自己猜的 我妈没有这样说 那不然我帮你打 不用啦 我自己打就好 给你们约好像我像某人家一样 好啦 也是 只是一天两天没约成 那十天二十天总会成功吧 你就一直打 我相信子余一定会答应的 干嘛 没有啦 我自己约就好了 那就对了嘛 对了 你们明天开幕的事准备怎么样 差不多啦 等小元来 我帮她去做最后确认 不好意思 今天还要你们过来帮忙 你在客气是吗 对啊 只是大嘴心今天去帮Kelly拍MV 我明天一定要招她来帮我拍 那不然这样好了 明天咖啡的部分我来负责 好啊 谢谢何老板 好大气 谢谢 我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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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带我走 牵着手 回到你最深爱我那时候 你还要去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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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哪有在看 我都追器材 整理器材 这明明就打光板 整理器材 我跟妳讲 你不用偷看 你配不起人家 你说我配不上 我告诉你 我的人生没有追不到 这三个字 再说无论是长相还是身材 我至少比你还 是 但依你这个个性 你觉得你生喜欢你吗 怎样 你是觉得我个性很差 我跟你说 你要我体贴也是会体贴 你要我温暖 我也是可以温暖 你什么自取其辱好不好 什么叫做自己娶老婆了 你就乱用成语好不好 我告诉你 什么 谁要追老婆 你是长 你已经好了是不是 Katty 我是叫妻妇去追你 追我 要不要人家乱讲 我很难追的OK 因为我A餐也要个B餐 你是 C餐 不 它是Z餐 Z餐 那我倒是想看看你 到底是哪一餐 你不要以为你很了不起 很多人追你 你就自以为很高贵 我告诉你 好了 不要这么靠近 怎样 我告诉你 我现在就要开始追你 所以你 要我啊 正在你的群众 能追与我平行 一场与我无关的游行 找不到不安的 未来的路灯 我暂时告别 安静 我暂时告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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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很了不起很多人追你 就自以为很高贵 我告诉你 好 不要这么靠近 怎样 我告诉你 我现在就要开始追你 找我 从今天开始 你就会变成我的大餐 谁是你的大餐 在说什么 不过明天再来追 为什么要等明天 今天期待了 我吃不下 什么吃不下 谁要给你吃 今天要拍MV 公司要分明 所以你真的要追我 是又怎样 你小心一点 自己要有心理准备 话说你不是要找个台主角 帮你拍MV吗 然后讲的是谁 该不是Alan晃吧 不是老板 应该快到了吧 哪里啊 快到了啦 哪里 Kelly 嗨 你觉得这个帅哥 三藤略在 对啊 这位是 他就是给Kelly 演他们Case 那个公司的经纪人 你好 你好 他是我认识很久很久 很久的好朋友 都麻烦你了 没问题 拜拜 那 准备我先来吧 早来就开始了 看起来默契还不错 好 拜拜 来 我拿个机器 好 来 我先走 然后记得 很爱的样子 然后记得保持笑容 幸福的笑 继续走 继续走 好 停 在这边可以一些互动 对着你对方衣服 头发 脸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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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时候男生可以牵起女生的手 幸福了到一个圈 外想之一就是王子跟公主 我好开心 佳佳 真的很抱歉 是我忘记提醒智云 我没有要怪你的意思 事情发生就发生了 把广告改合就好 只是我今天是想要跟你讨论 到底应该怎么做 这件事情才不会再发生 我下次会多注意 其实昨天晚上我跟宋敬讨论过 她说要我把你们当新人一样 重新教你们一次SOP 还有注意事项 可是职场上面哪有那么多时间 我觉得郭忠霖会说 要把我们当新人看 她的意思是 因为我们的经验不足 如果我们注意到A 就会忽略B 好 其实我也知道 是我们缺乏应变能力 但这不是理由 厂商不会听你一一解释 机会没了就是没了 所以你昨天是因为这件事 跟郭忠霖吵架吗 当然没有 她说的时候我也只是小小的 只是反正我觉得管理部队 跟职场真的是单纯太多了 我无法跟她一一解释 我没有要推卸责任 我会负责去跟厂商道歉 不用了 你就盯着芷芸 把广告做好就好了 对了 你病院要测得怎么样 有没有哪里不舒服 没有 都很好 只是志强她知道 那她怎么说 我是不是让她很没有安全感 对我很没有信心 要不要生小孩 牵手问题蛮多的人 经济考量确实会影响到医院 可是我们的存款跟收入 明明就可以掌握两三年的房贷 杨晴她这样担心太多了吧 连生小孩都不敢 我觉得你现在呢 要让杨晴对生小孩这件事情 更有信心才能 那我到底该怎么做 这样听下来 我觉得问题点出在你的收入不稳定 如果收入稳定的话 杨晴反而不会顾虑太多 那如果要收入稳定的话 我当初就不要退伍就好了 你还记得你要退伍的时候 我跟你说的吗 我觉得你真的要想清楚 毕竟你两次出去结庄 是国家重点培训的干部 都还有机会申钱的 这个我很明白了 上次我放弃去乌秋的机会 很多事情都变得不一样了 我现在是有家庭的人 我总是要顾虑到将来吧 总不能一直想到我自己 你要我好好想清楚 那杨晴她担心的点是 因为收入不稳定 而我担心的点是 如果我还继续待在部队里面的话 我根本就没有时间可以陪她 别担心了 事情总会有解决办法 而且夫妻之间 本来就是要互相了解 互相体谅 那你现在了解到 杨晴她担了点 在你的收入问题 尤其你现在在学长那边帮忙 被占据的时间更多了 好 那好我想想想 借一下 来 喂 朵拉 我跟志强在外面 好 那我接触打给你 看医院哪里 好 拜拜 志强 我觉得你再考虑一下 多方面思考 看怎么做 是对你跟杨晴都是最好的 好 谢谢你 宋灵 来 爹子有信心 走了 早安姐姐早安 早安 对了 昨天跟爸爸吃饭还好吗 我爸爸没那么可怕 岳父给了一段时间 之后我们可能要离开 回去帮忙亮亮家里的事业 也对了 之前亮亮有说 家中是做贸易的 其实我在想 如果我们两个离开 你一个在这边防重 那怎么办 担心我什么 你们之前没有来的时候 我不是都一个人吗 放心 喂 周先生 是 可以稍等我们五分钟 好 马上就到 拜拜 工作来了 对 好了 那你们就先去 好 那我先走了 好 拜拜 你会因为带欣姐姐一个人工作 让我自己回家接管吗 怎么可能 我才不会放你一个人 那你刚刚那么关心 担心姐姐的样子 我会担心也是正常的 以前是以前 现在我们三个人 好不容易闯出这些名堂 比以前更忙 你看 我们才一上班 就马上出来带抗 所以 你是认真考虑 要在这边继续工作 我 杨晴不是来这边坐吗 你不是说要带她 对啊 我是一定会带杨晴姐姐的 我是觉得你怪怪的 我才没有 你想太多了 走吧 周先生在等我们 走吧 像这个 来 大家注意一下 这位是我们公司 心静的实习生 跟大家自我介绍一下 各位前辈好 我姓苏 叫明明就可以了 我今年大二是来群展实习的 也请大家多多指教 很好 简单而言 五掌 欢迎人家 那明明如果你想要学的话 可以跟我们主管 跟她请教 她 不是你 左边那位 右边那位 你不要理她 我们主管叫做秀明 你有什么不懂的 直接问她 她都会教你 谢谢总监 谢谢秀明姐 好 那你就暂时坐这边好了 总监 可是这是叶树的座位 好 那坐你的位置好不好 那我呢 我坐哪 坐家里 留职庭心好不好 那她还是坐这里好了 坐这里 好 明明你就暂时坐这边 那你这边请教大家 也比较方便 好 大家可以坐 秘书等一下 你可以把今年那个企划案 执行过的正在执行 都调出来 然后给我们明明参考 要了解一下 好 我知道了 秀明啊 你跟我进来一下 所以你的意思是说 暑假结束前的两个礼拜 还要再想一个活动 你怎么好像我们那一本 你怎么好像很不耐烦啊 如果200万多泽动 你怎样 要再买上热 你怎么好像不耐烦啊 不难啊 没有 那活动内容呢 你有没有什么方向 或是设限之类的 完全没有 让你门自由发挥好了 我只要一个很好的提案 还有一个周强的计划就好了 有问题吗 没问题 好 我喜欢你 喜欢你果断自喜 谢谢 对了 等一下你出去 麻烦你跟全部人说 本周内都要提出两个计划 可是 今天已经是礼拜五了 所以有什么问题吗 不是 因为你刚刚说本周内 但是因为今天已经礼拜五了 所以你的意思是说 今天大家就要把气欢放你桌上一次 这样子才有效率 要不那些人只听说在办公室干吗 对了 我今天还有什么其他的行程 有是有 Kelly今天拍MV Kelly拍MV 不用通知我了 早就通知 但他就说叫你不要去现场 这Kelly是怎样 是怕我入境吗 我虽然没有要入境 但是我不去监督怎么行呢 我也不知道 反正他就交代说不要让你去 好 没关系 你帮我通知他们 我会直接去看成品 好 那没有其他事的话我先出去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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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你说 我跟你说 这是叶苏尔的位置 叶苏尔的东西你不要乱动 你自己的东西放好就好了 叶苏尔的他还会再回来的 好的 你有什么东西就放没关系 苏尔他没有什么重要的东西留在这边 怎么可以 各位 注意一下我这边 你走下去吧 注意一下我这边 今天下班前 两份计划书交到我桌上 丑明 你现在在模仿总监吗 怎么语气跟总监一模一样 那就不要下班前 总监说 本周前两份计划书交出来 这样跟刚刚到底有什么不同 就是一样的意思 都清楚的话 开始动作吧 想不到秀明越来越像总监了 就是啊 好了好了 开始工作了 你们用来抱怨的时间 又可以完成一份计划案 你怎么会说你怎么不来做 最上常的就是搜刷啊 开始工作啦 我跟你说 我是这间公司最资深的 在总监还没有进公司之前呢 我就已经在这间公司了 所以啊 你有什么不懂的事情 都可以问我 知道吗 好的 大家 好热喔 休息一下 喝点水 哇 补充一下水分喔 好热喔 好热喔 来 Jeffrey 坐啊 你好 师傅 你好意思喔 大家那么辛苦 你自己拿水喝 我怎样 我是小丁的 你今天试的没错 拿水 接着啦 谢谢 谢谢 帮大家拿 我给你 谢谢 久不见你自己拿 好 谢谢 来 喂 老板 阿滴吗 你拍摄得怎么样 你需要任何帮助吗 不错 我认为 什么不错 你特地叫秀明跟我说 不用去看你拍电视 哪里不错 你不要忘记你之前电视这么成功 都是因为我 对吧 你不是不要人家错误吗 我的意思是说 因为我的监督 你的电视才会很成功 好了 算了 反正我去你会有点压力 老板 今天是小周末 你要不要请我吃一顿好的鸭 今天小周末 你不用留一点时间给我 还有你的小师妹 不过就一顿饭而已 多一双筷子 老板 你真的小气 对不起 我吃饭 是不喜欢有那个电灯泡的 你懂吗 不然我要跟你说一个秘密 那你就赶快说 你要说就说 我老公什么事 我现在不方便说 我下一次再跟你说 拜拜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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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刚拍得不错 如果你们休息 跟我们继续拍 等一下 人家的脸都出油了 那直接拍这样好吗 听你的王后 什么时候变那么贴心 把我吸一下 来 起来 很油 你看 你看 你看很油 秋婷 你怎么那么温柔 你自己吸 自己吸 走了 走了 直接拍了 都别这么破坏 我就是 才刚刚叫你变温柔 你这人还真不能夸 那你昨天开门之后 觉得怎么样 她确实有肠破症 而且还发挥得淋漓尽致 淋漓尽致 所以你的意思是说 很严重 朵拉 我们先以轻松的态度 来面对这件事情 关于强迫症呢 每个人病症不太一样 有的人呢 半夜无法睡觉 一直在检查那个门 有没有关好 就这样过了一整夜 是啊 那我被怎么帮她 各安诚意都有所不同 调查需要些时间 不然你可以先问她 什么时候变成这样的 好 躲了 松磊 韩律师 这么巧 我成不了组 你们聊吧 好 好 再约 拜拜 穿成这样 你是要 你觉得怎么样 是 好看 帅 选一个 帅 谢谢 对 不对 你还没回答问题 你是要去 见客户 见客户有必要穿那么帅 因为她是VVVVVIP 等一下 我本来想说 买个咖啡给你个惊喜 没想到我来这边看到你 已经拿了咖啡 而且还跟松磊 想到哪里去 开玩笑 好啦 你要去忙就赶快去忙 OK 拜 对了 晚上 我知道 今天星期五 我的意思是说 晚上一起吃饭 那我今天就回爱情公路住 那我跟你回去 当然是回我家 拜拜 好 拜拜 小心 好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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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监 这是刚刚统整好的期化案 我不是说一人两份的吗 总监 你给的时间真的太短了 我已经请他们尽量赶了 而且你应该也不希望看到乱写 或是不完整期化案 对 怎么了 其实你在职场上也可以如鱼得水的 你是指我刚刚说的话还是 对 你刚刚说的那些话 只有夜市的这种人才有胆跟我讲 这样子就对了 讲出来嘛 人家才知道你的需求 才会了解你现场工作的状况 好 我知道了 不过等一下你还是要跟他们说 一人两份 一夜都不能少 好 对了 晚上要不要一起吃个饭 我们谈谈公事 看看他们提供的钱多烂 跟我今天晚上不行 如果你整个月都没有卖出去 任何一间房子的话 如果你整个月都没有卖出去 你这整个月的收入 零收入 收费 收费真的超麻烦的 什么事都不能做 小师妹跟小月已经走那么近了 K 帮我们去看电影 我告诉你 我是无聊才会陪你的 你就老师跟我说吧 你到底喜不喜欢人家 妈妈 我知道你在新加坡的功课非常好 为什么突然想要回台湾读书呢 是因为妈妈 想找出个病因 才发现原来都是自己为难自己 别给我唠叨牙的大道理 但愿一生也能够无法生气 你看看他西中鼻涕 他静静运力 但全都在假装开心 谁给你笑跳完游戏 他人的哑抑 请注意不开心 也是一种品 能不能让自己 哪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